欢迎收看科技岛的奇迹 我是廖世祥 说到台湾傲视全球的科技 可不只是在资通讯产品上头 包括了生物科技还有病虫害防治 同样也占有一席之地 因此在今天节目的封面故事 我们就要带您从宠宠为机 台湾Can Help开始来谈起 聚焦的重点将放在可怕的外来种 红火蚁以及今年疫情严峻的登革热上头 而说到了红火蚁 因为它是外来种 没有天敌 繁殖力相当惊人 又不怕水不怕电 因此常常造成严重的损失 而红火蚁的危害 不只是在建筑 电路以及农作物 可能会被起破坏 当人接触到红火蚁被攻击 被咬伤的时候 有一些体质敏感的人 恐怕会引发了一些产生激烈的过敏反应 因为红火蚁毒液里头的水溶性毒蛋白 严重的时候 还有可能会引发过敏性休克 造成死亡 因此不可不慎 而根据生物学家的调查 其实红火蚁最早的生活地点 是在南美洲地区 后来顺着人流物流 扩散到了美国之后 又进而跨越了太平洋 来到了像是在澳洲 纽西兰 甚至连日本的离岛 琉球 通通都深受其害 之后再进一步进到了台湾 跟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 甚至连日本的本土 南韩这边也在2017年的时候 五一幸免 而说到了红火蚁的边境防治 对日本来讲也是大伤脑筋 因此主则的日本环境省 就在今年10月 想办法要来引进这样子的 秘密武器进行实验 有两只米格鲁的狗狗 是红火蚁的侦测犬 环境省就是想要来测试 看看它们是不是 不管在水泥地 或者是草地上头 灵敏的嗅觉 能不能够清楚分辨 红火蚁的气味 而其实这项技术 是来自台湾的农业技术公司 因为在台湾防治效果显著 让日本国内的专家学者相当看好 日方也将借由这项实验的结果 来研判是不是要来引进侦测犬 科技岛的奇迹 我们就要带您来独家前进日本 直击现场状况 全副武装换上工作背心 可爱的米格鲁进入工作状态 在草地上左纹右纹 延伸专注搜寻目标 他们是来自台湾的侦测犬 目标是寻找红火蚁 来自台湾的两只米高鹿 来到了日本的国立环境研究所 现在正在释放要寻找红火蚁的过程 灵敏的鼻子精准秀出红火蚁气味 他们是卡比和菲菲 在日本各大媒体前 从地上十个罐子里头 找出中有红火蚁尸体的两个罐子 闻到红火蚁气味后 狗狗坐下来了 里面似乎有红火蚁 突然坐下静止不动 罐子里头果然有红火蚁尸体 成功找到目标 拿到临时的米高鹿们 开心摇一巴 这是日本环境省向媒体 公开的实证实验 两只来自台湾的侦测犬 在十月出差来到日本 不管是在水泥地还是草地 成功找到红火蚁的几率 超过百分之九十八 逼近百分百 如果是很大草的话 大概一两公尺它就闻得到 那常常有的时候 我们的侦测犬去 比如说去某个地方 你会看到狗狗的反应就是 它不一样 它很专注 那也许这一块草地 就有红火蚁的乙潮存在 日本环境省借由这样的实验 要决定未来是否要引进侦测犬 日本各地港口最近接连 遭到原产于南美洲的红火蚁入侵 来到东京港青海货柜 马驼附近的公园 可以看到这样的告示牌 上面用日文和英文写照 请注意红火蚁 告示牌上标示出红火蚁长相 提醒民众一发现就赶紧通报 但红火蚁与一般蚂蚁 恐怕不易区分 非常可怕 特别人在小孩 就会去哪里 也会触到哪里 如果是红火蚁 如果是红火蚁的话 很可怕 我觉得很可怕 我也是红火蚁 小朋友玩耍的公园 就在今年七月八线红火蚁的 东京港青海码头隔壁 日本从2017年开始 陆续在各地八线红火蚁 光是今年就有至少 一百一十起案例 专家担心 只有毒性的红火蚁 会在日本国内迅速蔓延 红火蚁清洗力惊人 在东京港码头已经发现案例 硬邦邦的水泥地 被挖出隧道般的巢穴 噢 压壮 钥匙被密密麻麻的蚁群叮咬 皮肤将红肿 灼热剧烈疼痛 专家指出大约有百分之五的人 对红火蚁的毒液过敏 最严重的情况 甚至会休克死亡 ヒアリの毒ってやっぱり強いんですよね 毒が強いので細胞が毒によって死んでしまいます 血管の中走りますので 赤血球は死んじゃう 白血球のような食細胞がすぐに働いて 死んだ赤血球を処理しようとするんですね ところが赤血球の中に ヒアリの毒が含まれているために 白血球ごと死んでしまう その白血球ごと死んでしまう状況が 外側から見るとボツボツで示される 手指頭被叮咬 别小看着虹肿 短短30分钟後 血麻疹从手臂 脖子 耳朵 蔓延到全身 45分钟後 开始冒冷汗 呼吸困难 個案挂急诊住院 身上的大块虹斑 长达1到3天後 才会慢慢消失 それが生じてきて 晴れ自体は1ヶ月くらい残ってましたね やっぱりすごい毒強いんだなと思いましたね 日本相关单位 已经多次在码头发现 会飞行的以後 就怕这群攻击力惊人的生物 已经扩散到码头以外 最糟糕的情况 要是红火影蔓延 将重創全日本产业 今年4月 日本政府下令 红火影已成为 必须緊急因应的特定外来种生物 だから女王がすごい卵を産むんですよ 1日2000個くらい卵を産む 街の中とかあるいは港の外といったところで 巣を作り始めていたとしたら それを早く見つけなきゃいけないと ただそれを人の目で探すのは非常に難しいし 特に少数 ヒアリがまだ少数派の場合はですね アンダーグラウンドで 多分そんなでっかい巣を作った アリ塚という形で目立つ形じゃないということは いかにそういった地球に隠れたヒアリを 効率よく見つけるからとなったら やっぱりヒアリ系の嗅覚ですね 肉眼難以察觉的小型乙巢 在侦測犬敏銳銳嗅覺的 幫助下精准命中 但如何在地培育 這些犬隻也成為一大課題 日本政府將根據這次試驗結果 來決定接下來是否引進侦測犬 台灣可愛的米格魯 肩負重任出差 期盼將成為日本防治 洪灰入侵的小兼兵